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這個禮拜韓版推出了一個新的系統 就是這個煉金的系統 那我相信這一次大家對於這個新的系統 就是煉金這個系統會比較期待 那我們就先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煉金這個系統是怎麼一回事 好,首先我們先點進來 好,點進來之後呢 你發現它左邊這邊有五個欄位 那在這個下面這邊啊 你把這個圖示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秀出所有可以放進去 這個系統來使用的這個裝備道具 那大家要注意喔 這裡所有的裝備道具 最高階的就是紅色 可以放的就是紅色 然後看一下 所有的道具都必須是非刻印 也就是說你可以丟上去交易所賣的 這些裝備 你才可以把它放進來到這個系統裡面 那可以放的道具啊 包括武器嘛 武器跟防具都可以 好,那我現在這邊 唯一亮起來就只有這一把 那這個就是可以放進去的意思 那這個系統的設計是這樣 你最少必須要放兩個藍的 跟一個綠的 跟一個綠的 那其他剩下兩個 你要自己搭配都可以 但是你至少必須要放兩藍一綠 藍色的部分有飾品 還有裝備 然後當然也有武器喔 上面這邊都是藍色的武器 那如果是紅色的話呢 也是一樣飾品裝備跟武器 都可以放進去 那再次強調一定要是非刻印的 就是可以交易的 他才可以放進去喔 好,那這個的畫面呢 他主要就是提醒你 提示你說你有哪些可以放 但是他目前來看啦 目前來看我這邊有兩個 綠色的也有裝備啦 綠色也有裝備 我剛剛沒有拉到底喔 綠色的防具也是可以放進來 好,那我們來簡單來放一下 我們先給他放個幾張進去 點兩下他就放進去 點兩下他就放進去 再點兩下就放進去 我這幾個都是可以放的 可是我放進去其實沒有意義喔 因為我是不能製作的 因為他的規定是必須要兩藍一綠才可以放 所以呢 我現在就只是放給大家看 然後你放完之後 這個兩萬塊這個按鈕 他可以讓你去看合成 可以合到哪一些東西 那十萬塊的這個金幣的這個呢 他就是讓你開始去合成這樣子 那因為小編自己沒有這個裝備 可以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 我們用兩個合成出來的這個照片給大家看喔 來,首先這個是其他玩家 韓版玩家他們合成的 他合成出來 應該說煉金出來 就合到這個 符石的變換石 那這個的話他是拿來製作符石的喔 然後再來 第二個 第二個是 他成功的 練出了這個 冰之女王魔杖 那這個的話 機率我們還不知道 目前這個機率 到底是簡單還是困難 目前還不知道喔 那這個是 合成出來的這個照片 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這樣子 那這個系統的話 他就是這麼簡單 哈哈 好,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 這一次我們這個 韓版的更新的主要的內容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跟講解 那如果喜歡小編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 才可以隨時關注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那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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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訂閱